從圓棒鞋理事長林智勝手中 接下30週年紀念碑 宜蘭三星國校 以及花蓮太榜廣國小選手們 笑得相當開心 兩所學校30年來 從未缺席過關懷杯賽事 見證了圓棒鞋一路來 球員們在球場上的傳承 那圓棒鞋在舉辦這個關懷杯的時候 的目的也是這樣 就是取自己社會 用自己社會嘛 就要勳啊 擁機 他們是第一屆的選手 然後到現在30屆 他們每年都還是回來回饋 打了職棒也是回來回饋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傳承 扛起傳承的責任 職棒球星來到第一線 與小選手近距離接觸 看到偶像也讓他們升起信心 我覺得還不錯 蠻不錯的 這樣子可以那個 就像鼓勵我們小孩子 就是不要放棄 努力追尋自己的夢想 我們這樣就很認真了 因為我們今天自己 就是職棒球星 應該會比較好吧 因為學到東西會比較多 關懷杯首屆選手陳永基 楊耀勳 回憶其當初見到偶像的機動 如今也從當年的球場小將 搖身成為小選手們心中的偶像 因為我們是第一屆嘛 然後最開心的時候就是 聽到有這個比賽的時候 是都是全職棒的大學長他們辦的 然後也很榮幸我們是 太平洋聯盟聯儀會的第一屆 然後可以看到自己 在電視看到的偶像 親自教導我們的話 這個就是蠻特別的 雖然緊張 但是星期其實是看我們很開心的 我覺得我們現在身為一個職棒球員 有這個能力就是希望可以做一些 回饋的動作 就是 現階段我們幫助你 那等你們以後成功了 站在我們這個位置 就換你們來去回饋以後的後代的球員 首屆參賽的選手還有他 前職棒選手 球星勇 現任太平原國中棒球教練 兒子邱飛亮也是這一屆的參賽選手 父子相隔三十年出賽關懷杯 傳承的意味相當濃厚 然後我記得是在隔壁的廟 我們那時候住那裡 然後發生很多的去世 我知道的是 延棒前那時候來學校訪事的時候 跟我聊 我也是第一屆關懷杯的選手 然後現在傳承到我兒子 也非常大的意義 今年六十二支參賽隊伍 其中十六隊為百分之百圓民球隊 更是首次台灣十六組原住民 在球場上起聚 儘管受少子化影響 比往年少了三隊 但主辦方表示 賽事規格不變 就是要讓小球星們 擁有最棒的交流舞台 一棒接一棒的傳承下去 人間衛視江邊人華聯採訪報導